第一天,我是一只很小的哥斯拉 奇怪的是我在火山中诞生 这也意味着我是熔岩哥斯拉的宝宝 突然一些穿蓝色衣服的屌毛出现了 看样子来者不善 把这些肮脏的熔岩给我灭掉 他们这是疯了吗 我们天生以来就怕水 他们就是想赶尽杀绝 儿子快跟我一起跑 你们是逃不掉的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哥斯拉 虽然我是机械做的 但我有灭了你们的能力 他能够发射大量的水元素冲击 儿子不要看了 再不跑你他妈也要跟着遭殃 第二天,我很想哭 但又哭不出来 前面有条河 但是我一碰到水就直接感受到伤害 那边好吵呀 我有点害怕的跑过去发现了人类文明 他们看起来很和善 大家快看呀 这是什么怪物来的 大家快把他杀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我刚出生以来就被别人追着打 这样我会伤心的 现在的我无处可逃 被村民用钻石剑不停地砍 好他妈痛啊 你们闹够了没有 愤怒之间我发出大量的熔岩 把这些畜生点燃了 怪物杀人了 此时我注意到地面有一张地图 有了它我再也不用迷失方向了 到了第三天 我在马路上看到一只熔岩蜘蛛 你这个怪太怪远离我的城市 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谁他妈叫你伤害熔岩生物的 这里怎么会有熔岩哥斯拉 今天真搞大没了 感谢你的出手相助 不用客气 既然你们不喜欢我们 那我就只能反抗了 就你现在还不足以和他们抗衡 找到传说中的熔岩核心吧 它能够让你进化成为强大的怪兽 这听起来非常棒 我发誓一定要找到它 不好了 第四天我们两个都是没有家的 没过多久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物 但是那里有很多水军团 据说那里有熔岩核心 天空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要悄咪咪的进去 不能被他们发现 快来人了 这里有怪物闯进来了 这里怎么还有一名博士 我得赶紧跑 在这里我看到和我身上一样颜色的结晶 如果这是熔岩核心的话 那么这一切都值得 突然我的体型变得更大 多了五颗星 我可以喷射一条熔岩光束 看来真的被我猜对了 不好 他们拿走了我们的核心 一定要杀了它 第五天 大家快来抓住它 就凭你们也想抓住我 给我燃烧起来吧 这群畜生被我烧得嗷嗷乱叫 他们没有反抗我的余地了 但是我听到外面有大军正在赶来 我还是最好离开这里 这里有好多的蘑菇 我发现了一片非常完美的地方 看来是时候要建造一个基地了 我简单做了一个小木屋 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等我变强之后也是你们消失之日 在外面我听到外面有一条巨龙正在飞翔 第六天 我好奇地跟着它 正是机械哥斯拉 真是太弱了 连我一招都抵挡不住 哥斯拉嚣张地离开 但是它并没有死 它扔给我一个熔岩指南针 它可以帮助你寻找熔岩核心 我这辈子没有机会了 原来它是想寻找熔岩核心 它一定是和我一样对抗这些家伙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跟着指南针来到了正在遭受毁灭的不悟 第七天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一些动物都发生了奇怪的变异 这只昆昆怎么长得跟狗屎一样 我又不是凶手 这么盯着我看干嘛 就是前面的熔岩小屋才把我们变成这样 你最好帮助我们 这时候我突然兴奋起来 里面肯定有我需要的熔岩核心 但是我环顾了一遍 都没有发现它的踪影 一只黑色的达变金刚过来了 它手里拿着奇怪的东西 那肯定是我的东西 快给我停下 否则我烧死你 我感觉越走越不对劲 不好了 我中了它们的圈头 第八天 我被一群奇怪的星星围着 它们把熔岩核心放到柱子上面 我的小弟真给力 这是一只熔岩金刚说的 难道你也寻找熔岩核心 没错的 只要拥有它我才能变得更巧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请赶紧离开我的地盘 这屌毛一拳就把我轰飞了很远很远 就凭这个怪胎也想和我们老大抢东西 哈哈哈哈 如果你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就跟我来 大金刚给了一个机会 我看到了很多关卡 这是在测试我吗 这是我们一场训练的地方 如果你能从这里到达终点的话 那你就有阻止水军的能力 我们都会认可你 那就来吧 九到十天 我开始用尽全力的奔跑 我一定不能失败 你们一直嘲讽我 我会用行动来打你们的脸 突然这些畜生开始向我扔出东西了 这他妈并不公体 哈哈哈哈 这头怪物真是蠢死了 我挡住了他们所有的攻击 顺利来到了第二关卡 水元素是我们熔岩的天敌 这下我看你怎么突破 这不简单吗 我用我的技能把这些水都变成石头 但是这一关是什么 哈哈哈哈 你的对手是我 什么鬼啊 我竟然要和这个大家伙单挑 他的体型是我的十倍 直接跟着傻逼发生正面冲突 一定没好果子吃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瞄准骷髅山洞 导致整个骷髅头直接压在金刚身上 别打了别打了 我们投降认输 十一到十二天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熔岩核心跟我一起裁配 你们就看好吧 我他妈多了五颗 这才是熔岩核心正确的用法 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都对 我们他妈是废物 知道承认错误就好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为什么要收集熔岩核心 曾经我们和平共处的 直到火山的喷发 就在这时候我们身后传来声音 这是水军帝国的部队 不要害怕 先带他们回基地吧 我们不要和他们打 十三到十四天 我把房子弄大一些 之后我为金刚打造一个全新的骷髅房子 谢谢你了 你先过来 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我跟着老乌龟来到了地下矿洞 奇怪的是这有一扇红色的大门 这里曾经有一位强大的熔岩怪物 你进去和他谈谈吧 他在哪里啊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愤怒的我直接向上面射了一发熔岩 导致激活了开关 突然一股神秘的幻想冲进我的脑海里 十五到十六天 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 我看到了一团火 我就是这里最强大的熔岩生物 那你他妈给我力量 我抄 我是叫你给我力量 不是叫你把我带来他们的基地 别担心 这只是幻象而已 机械哥斯拉正打算灭绝所有的熔岩生物 我作为曾经最强大的熔岩生物 绝不是我想看到的 下一处熔岩核心就在人类城市中 祝你好运吧 没过多久我就来到了美丽的城市中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园 里面有哥斯拉的雕像 他们把我做成这个鸟样子 大家看清楚了 这些都是非常丑陋的怪物 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十七到十八天 你有没有觉得前面的怪物有点逼真 你这么说确实有点 水君手里拿的是什么 突然这时候有一条熔岩三头龙出现 用技能将水君杀死之后掉落了一块东西 熔岩怪物又过来了 大家快跑 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必须死 三头龙开始攻击无辜的人 一名小孩正在大街上 我为他挡住了这一击 身为熔岩生物 你为什么要帮助人类 快给我滚开 要杀就杀水君 这些是无辜的 十九到二十一天 他开始用熔岩喷击我 那玩意儿是熔岩核心吧 快把它给我行吗 想要熔岩核心做梦去吧 就在这一瞬间 我被他使用强大的力量轰飞很远 我们没必要这样互相伤害 一起合作行吗 强者不需要和任何人合作 这时候我彻底愤怒了 利用熔岩打断他的翅膀 使他掉落下来 熔岩核心也跟着掉落下来了 不过好像有些损坏 你这些怪物破坏了我们的城市 赶紧给我滚开吧 想要修复好熔岩核心就跟我来吧 二十二到二十六天 我跟着乌龟来到了一个废弃之门 我要求你去地狱寻找碉堡 我相信你会修复熔岩核心的 说完它就不见了 我进入到里面之后感觉很温暖 这里全是熔岩 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碉堡 前面的帅哥美女能告诉我碉堡在哪里吗 这是哥斯拉吗 你真的太大了 如果你想找到碉堡就跟着我吧 这里就是入口啊 快进去吧 二十七到二十九天 这里是锻造熔岩的地方 当我准备想修复熔岩核心的时候 一只蜜蜂出现了 我能感觉到你想要做些什么 那你就快点帮我恢复 这不是你想修复就修复的 这里是配料清单 请按照要求把材料带回来给我 三十到三十二天 好烦呀 还要找材料 这不是金发妹吗 转过身发现一头可怕的三头群 金发妹肯定是被她打死的 但是我也不是她的对手 你他妈不要把她带过来这边行吗 姐妹们 给我把这头畜生赶走 一大群的金发妹把这头三头犬赶跑了 你要的成分我可以给你 但不要给我们招惹麻烦了 这是金发妹给我的 蜜蜂用火焰往这里一喷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我拥有第三颗熔岩核心 多了五个心脏 我感觉浑身都充满着力量 三十三到三十五天 这只蜜蜂我很喜欢 我要将它带回我的基地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突然蜜蜂被水冲击打飞了 又是你们这群傻鸟 突然我被某种力量直接打飞了 来者正是机械哥斯拉 你这只怪兽竟敢偷走我们的熔岩核心 你快放了我的朋友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今天你们两个谁也逃不掉 突然蜜蜂使用某种力量打造了一面熔岩墙 趁着短暂的时间离开吧 可是你怎么办 为了胜利总会有人牺牲的 快点离开吧 我有点不舍得回到之前的小路上 这不是之前的变异生物吗 我们没有家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跟我回去吧 三十六到三十九天 回到基地之后 我建造新的房子给变异生物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乌龟已经做好了防御 那些入侵者还在我们的村庄 我倒要看看是谁把你变成这样的 我来到他们所在的农场 为什么会如此的寒冷呢 站在那边的是什么 好像是冰封兽 四十到四十四天 这里的一切都和你有关吧 你最好少管闲事 否则我会把你杀了 寒冰兽开始向我靠近 他们的领袖使用冰块打击我 经过我的升级之后 火焰更加强烈了 我可以释放熔岩爆裂 瞬间秒掉这些小命 看来不把你杀了是不行了 此时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如果我不赶紧离开的话 我就会冻死在这里 好着跑着我就来到了他们的领袖面前 这里是我的领域 你是打不赢我 四十五到四十七天 我尝试和他战斗的时候 被他一拳就少了一大半的血 他的力量确实很恐怖 并且这个地方很冷 我的力量根本发挥不出来 我要做的就是把周围给点燃了 正因如此 他的身体正在慢慢的缩小 这是我的好机会 寒冰兽现在就像一个小矮人 你把我杀了也没有用 他们正在制造核弹 到时候你们都会灭亡 他死掉后留下了一张地图 根据这张地图的位置 我可以找到第四颗熔岩核心 四十八到五十二天 这是什么地方呀 看起来像是一个火焰废墟 前面的火焰好奇怪 事实后该领奖了 我不小心触碰了一条线之后 一个巨大的铁龙将我困住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哥斯拉 我就知道你会来拿我们的东西 这下来你跑不掉了吧 醒来之后 我在水军的某一个基地中 这里好像是石油基地 我看到我的妈妈和蜜蜂正关在一起 儿子我为你的进步感到骄傲 妈妈不用担心 就这点东西困不住我的 正到我准备也想把妈妈救的时候水军来了 五十三到五十六天 我把蜜蜂救出来了 你不救你妈妈了吗 这个不重要 我们要去拿熔岩核心了 你是傻逼吧 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的附近 我看到之前那团永恒之火 如果想要拿就必须要面对火焰伤害 五十七到五十九天 我进入到某个地方了 欢迎我们的熔岩哥斯拉到来 你碰过我们的无尽之火 你是否愿意授权力量 我愿意 不过你是要赢得挑战 用出你身上的力量来点燃它 这可是比太阳还要热的无尽之火 六十到六十三天 我试图点燃篝火 但是并不起作用 在太阳下山之前你最好快点 这他妈该怎么点燃呀 可太难起火了 这时候我想起我的妈妈 她还等着我来救 我不能就此失败 我愤怒地发射出强烈的火焰 成功将无尽之火点燃了 太阳现在如此的明亮 我再次回到石油塔 但这一次我的心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还多了五颗星 拥有跟太阳一样的碰撞能力 这里的水均还是很多 还是先回去吧 六十四到六十八天 你不救你的妈妈了吗 放心 她肯定不会把我妈妈杀掉的 回到家之后 我把熔岩核心放到家里收藏 我还要去拿最后一个才行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但是这两位凋芒是谁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这位是我的英雄 得了吧 这就是一头冷血的怪物 我们才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这时候我听到星星的吼叫声 转过身发现她已经不见了 六十九到七十三天 原来她正在和三头龙进行战斗 你的力量还是太弱了 哈哈哈哈 我立即冲过去帮助金刚 你看看我新的能力 太阳坠机的厉害 在我和金刚的配合下成功击退了她 你们这些懦夫 人类攻击我们 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反击吗 可是有一些人并不认为我们是怪物 他们也希望我们过得越来越好 是我错了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阻止水均 请跟我过来吧 三头龙带我来到一座大火山 在这里的熔岩核心是最难获得的 它就在里面的火山里 七十四到七十七天 首先我得想个办法上去才行 不可能直接爬吧 小蜜蜂过来帮助我了 它给了我一瓶神秘药水 我喝了它之后我直接缩小了 我还以为是直接飞上去呢 这些水均非常大 如果被它踩到我肯定会贬的 我发现它们正在制造一个很恐怖的水核弹 你们做得不错 只要我们启动核弹 所有的怪物都会灭亡 如果它发射核弹 那么所有的人也会跟着遭殃的 七十八到八十天 我悄悄悄地进入了火山内部 可以看到有很多充满放射性的水 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个噩梦 上面的好像就是熔岩核心了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靠它来提供动力 我拿着鹅卵石很快就来到了上面 你有没有觉得那里很奇怪 等我来到一半的时候药水突然失效了 水均已经发现了我 得尽快拿走熔岩核心 突然我被它的枪打中了 导致我直接掉入放射性水中 八十一到八十五天 我这是在哪里 周围全是一片熔岩火山 我是终极怪兽 我看到你一直在努力收集熔岩核心 我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你吗 是的 你很勇敢 曾经我阻止了一场灾难 这一次该轮到你了 请借助熔岩的力量完成你该做的事吧 我变成终极熔岩怪兽 多了十颗心脏 我感觉全身都充满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从水池里缓缓地下来 八十六到九十天 我回到实验室里的时候水和弹已经不见了 你还是来晚了 你以为你能阻止我吗 我要引爆所有的火山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得回家告诉我的朋友 九十一到九十四天 回到基地 我看到每个人都非常的恐惧 放心 我会阻止他 终极熔岩哥斯拉 现在只能靠你了 话不能这么说 你们他妈也跟我一起上战场 九十五到九十九天 我进入城市里面寻找核弹的位置 我的妈妈也正在这里 在开启核弹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怪物给杀了 你这么做 所有的人类也会跟着灭亡的 别他妈叫了 大家快杀死他 水军开始乱世 好在熔岩乌龟为村民挡住了这一击 开启核弹倒计时 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 我把妈妈救出来 时间还剩下三十秒钟了 我们必须紧快 第一百天 你休想再靠近你 你这个冒牌货快给我滚下来 机械哥斯拉下来之后 用尾巴将我拍飞了 我们在城市中互相撕咬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我还要阻止核弹 所以我必须利用我身上 所有的技能将他打倒 十秒倒计时了 我使用技能想破坏他的时候 被机械哥斯拉利用黑钥匙挡住了 哈哈哈哈 这一切该结束了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结果 我是不会输的 我集中力量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最强一击 所有阻挡我的都会被贯穿 我的火焰将发射塔摧毁 世界终于恢复和平 一天 我出生在一个激烈的战场上 我是一个钻石凋零风暴宝旺 我们家园遭到了魔像军团的入侵 儿子钻石一事已经成功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落了 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我的母亲带着我穿过战角 试图逃跑 就在这时 我注意到一个巨大的绿色魔像 我们是世界的保护者 你们这些凋零风暴 就不应该被留下来 你必须加强你的钻石之心 来阻止这一切 我的妈妈被击中了 受了很重的伤 你这可恶的混蛋 我愤怒的朝着魔像 发生一个钻石窟窿 我居然有钻石的力量 你居然是钻石凋零 看来不能放过你了 第二天 我正在疯狂躲避绿色魔像的追杀 我很快就躲进了 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 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两个小僵尸 居然钻石凋零 预言是真的吗 这时我们被那个绿色魔像发现了 绿色魔像跳进来 消灭了很多的小僵尸 我赶紧跑出山洞 在远处我发现了一艘正在航行的船 我赶紧朝着这艘船跑去 不过我被一个铁傀儡拦住了去了 你休想逃走 情急之中 我发现了我另外一种能力 我居然飞起来 对啊 我忘记我是一个凋零风暴了 我跌跌撞撞地朝着那艘船飞过去 最终掉落在甲板上 第三天 我开始探索这艘神秘的船 这里有很多的宝物 不过船员去哪里了 我来到了甲板下面 原来船员们都在睡觉 不对他们是海盗 我最好是保持安静 我还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纸条 上面写着钻石玉岩的故事 难道是说我 我转过身去看到了一团可爱的火焰 我走过去将小火焰从笼子里面挤救了出来 你的笼子为什么是石头做的 还没来得及回答 小火焰就打了一个喷嚏 船舱瞬间就被大火给笼罩了 发生什么了 是钻石凋零吗 第四天 我和小火焰试图跑到甲板上面逃跑 但是我们被这些海盗包围了 他们的队长骑着一只威猛的引寿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把钻石弩 我们没有恶意 我需要你们帮助 魔像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可不敢招惹魔像 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钻石包 海盗队长骑着巨大的引寿朝我冲过来 我差点就没躲过去 不过他没来得及刹车 撞上了船杆 他手上的钻石弩也随之掉落 我赶紧捡起来当做我的武器 神奇的是发生了 我变得更加强大了 我现在有十个小心脏 现在可以随意发射钻石凋零头 第五天 船长再次愤怒地朝我冲过来 不过我现在可以利用新能力轻松地应对他 我突然注意到大火已经遍布了整个船舱 这个船马上就要放飞了 随后整个船都撞上了海岸线 我和小火焰都被甩到了海胎上面 你毁掉了我们的船 我们会再回来的 你是不是找到一个钻石预言的纸条 你听说过那个吗 据说会出现一个强大的钻石生物 前提是要收集五个钻石物品 它能够打倒任何东西 看来我一定要找到那些物品 我忽然发现远处有几个铁傀儡四处搜寻 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找一个人物 第六天 我和小火焰一起找到了一个隐蔽的矿路 我使用我的钻石力量变出了一点钻石矿石 然后我开始建造我自己的家 最后制作出一个符合我气质的家 然后在里面制作了一些必备的家具 完成了自己的家后 我看到小火焰也做好了自己的家 能给我看看你的纸条吗 我把纸条丢给了他 这好像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的 我们能够找到那本书的话 或许就能知道其他的钻石物品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我开始在外面找那本书的下落 无意中听到两个村民在交谈 我最爱读书了 马上要去图书馆了 不要再说话了 随后他们就走进了图书馆里面 或许书就在那里面 第七天 我偷偷溜进了奴书馆 我在四周找了一下 最终在顶楼发现了一本钻石书 图书馆里员发现了我 有怪兽啊 他大声尖叫 大家都被我吓到 我赶紧爬上阁楼 然后将钻石书揣进兜里 最后从一扇窗户那里逃了出去 我逃出去之后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监狱 里面有很多生物被关在笼子里面 其中包括我的家人 我赶紧冲进了监狱 我发现绿色魔像在做什么 一只蜘蛛被丢了下来 当它干掉蜘蛛之后 随后它的气息变得更强大 我必须赶紧变强 我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将钻石书丢了出来 里面有一个钻石生物跑了出来 钻石预言开始了 你已经找到了其中一个 你还需要找到钻石眼泪 钻石火药 钻石肉和钻石珍珠 一旦找其所有的物品 这会进行最终巡战 我该去哪里寻找下一个钻石物品了 第八天 我回到了我的基地 然后我跟着小火苗 一起穿布它搭建的那扇门 你跟着我 我知道东西在哪 很快我们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我可不敢去 我先回家了 我一个人走进了这里 这里看起来非常状况 很快我被两个守卫给拦住了 谁进入了我们的灵 我是钻石凋零 我是来收集钻石物品的 那你跟着我 我跟着他们两个进入了建筑的内部 钻石之类在我们首领那里 它在哪里 你就站在它的身体里 我赶紧逃了出来 怎么会这样 那个绿魔像摧毁了我的家园和首领 如果你可以找到上古重生之锤 将首领救活 它肯定愿意把钻石眼泪给你的 第九到十天 我跟着守卫来到了熔岩之地 这里有一个古老的铁匠铺 有人吗 快出来 随后我就看到一个个熔岩平台升了起来 铁匠铺里有三头小猪 审判现在开始 你需要通过考验才能获得那个上古之锤 不能飞行 那会背叛为作弊 我开始跳过一个又一个的熔岩平台 随着距离越来越远 我只好搭建了几个钻石平台 然后跳了过去 就这样我成功完成了考验 三头小猪跳来跳去好像在举办什么仪式 突然铁匠铺被点燃了 我也因此得到了上古重生之锤 你太厉害了 我们的首领终于得救了 第十一到十二天 我跟着他们回到首领体内 我尝试着使用锤子敲击了几下首领 整个建筑开始发光 首领终于恢复了勇状 谢谢你善良的小钻石 我想你很需要这个钻石眼泪 于是首领开始哭泣起来 这引起了一阵明亮的光芒 随后一个钻石眼泪掉落在我的面前 我将它捡了起来 再一次成长了 我现在拥有十五个星 我感觉比以往都要强大 你是想要打败绿色魔像吗 我可以帮助你一起 于是他们跟着我一起回到了我的世界 不过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迷路了 不过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动 我透过地面看到了很多钻石 这是我的新能力吗 我看见远处有一个巨大的钻石领续 那一定是我的基地 我赶紧逃了回去 历时三到十四天 我回到了我的基地 不过我发现有很多村民在开采我的钻石 突然我被人袭击了 我掉落在了山洞中央 所有人都看到了我 兄弟们这里有一个大钻石 他们冲过来攻击我 我发射一个钻石骨架击败了他 你们赶紧离开这里 这是我的家 一大批人都离开了这里 这时我注意到他们掉落了一张地图 或许这能够找到小火苗 我为首领他们也建造了自己的家 于是我开始出发去巡转小火苗 第十五到十六天 我跟着地图来到了一个海岸基地 小火苗被关在了里面 他们居然用我的好朋友做人量 我赶紧冲出去阻止他们 我将小火苗的笼子打碎 把他放了出来 为了帮助我们 TNT傀儡 一个爆炸将我轰飞 我受了很重的伤 只剩下了两个心脏 原来他们制作了一个TNT傀儡 他发射了另外一次爆炸 但是没有打中 我趁这个机会赶紧和小火苗逃进了通道 TNT傀儡对我们穷追不舍 我转身制作了一个钻石墙 将我们和他隔开了 我们正准备继续前行 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笼子 里面是一个很虚弱的鼓励扒 请救救我 我很快将鼓励扒从笼子里放了出来 然后我们三个离开了这里 第17到18天 我们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知道钻石火药吗 它们伤害我太久了 导致我的记忆有点模糊 如果你能够帮我找到恢复药水 我肯定能够恢复记忆 于是我们开始探索这里 穿过沼泽地之后 我们在池塘发现了一群音乐青蛙 请问一下你屋在家吗 他讨厌我们的声音 所以将自己锁进家里 我需要一瓶钥匙 我不会离开这个屋子的 除非你让这些青蛙离开 你们喜欢钻石吗 于是我使用钻石 为它们搭建了一个舞台 我回到了小屋 发现你屋非常开心 我帮你处理了青蛙 所以我需要你帮助我一个忙 第19到21天 我又回到了那个沼泽地 随后我将得到的钥匙 丢给了苦力爬 我恢复了 知道钻石火药的下落了 跟着我来 我跟着苦力爬 最终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树 我们进去了树洞里面 这里有着一群苦力爬 我需要钻石火药来打败魔像 你需要交换才可以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我赶紧跑出去查看发生了什么 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石像 那个是魔像制作的 里面就有钻石火药 将它融化就可以得到它了 我该怎么融化呢 交给我吧 你将它吸引过来就行 第22到26天 我前往爆炸处 发现了青蛙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石头怪物攻击了女巫 我赶紧跑去查看 发现小屋已经被烧毁了 小屋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 里面出来了很多的小石头傀儡 忽然它们开始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像傀儡 它朝我冲了过来 我按照计划将它吸引到苦力麻难 第27到29天 在我冲过沼泽的途中 收到了来自石像的很多次攻击 它正在摧毁一组经过的一切地方 当我经过一个拐角准时 我发现它们已经制作好了一个纹烧炉 它再次攻击我 将我推到了熔炉的旁边 它愤怒地朝着我冲过来 我飞了起来勉强躲了过去 然后我使用钻石攻击 将它轰炸进了粉烧炉里面 随后关上熔炉大门 里面开始粉烧 当大门再一次打开的时候 钻石火药也出现在我面前 我跑过去捡起了钻石火药 我再一次升级了 变得更加牛逼了 我现在有20个星 我现在拥有了自己的钻石爆炸 第30到32天 我正准备回到我之前的家 我发现我被伏击了 你以为干掉我一个魔像就能打败我吗 我一定会拯救出我的家人的 我愤怒地朝着它扑过去 但是它发出了无以伦比的攻击 它正准备冲过来干掉我 两个鼓励它跳了出来 这里交给我 你快去寻找其他钻石物品 它们牺牲了自己 为我的逃跑争取的时间 我一定要为它们报仇 第33到35天 我带着最后一只鼓励爬回到了基地 我为它建造了一个漂亮的沼泽地 随后我开始建造了一些防御措施 这是为了阻止其他人进来 现在总不会有人能够进来了吧 救命啊 有人进来了 我看到有一个僵尸脑袋在这里跳来跳去 你能帮我把身体找回来吗 我可以带你去钻石坟墓 当然可以 第36到39天 我开始帮助寻找它的身体 在树林里游荡了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了一只手臂 另一个在岩石后面 随后我用我的钻石实力 看到了几个穿着盔甲的玩家 我跟着它们来到一个新建造的城堡 我观察了一番后 它们好像在用僵尸的身体 作为训练假人 我该怎么夺回它呢 我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说话 转过身去 发现一个白眼玩家被关在笼子里 是恨了 居然还有人记得我 我跟踪它们很久了 但是我失去了自己的魔力 被它们关了起来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你找回魔力 第四十到四十四天 更不自信地走进基地 快看 是那个怪人跑了进来 所有人都在嘲笑它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恐 它开始恐怖地飘向天空 突然天上到处都是神殿 只是一瞬间 整个基地就燃烧起了熊熊大火 对面在疯狂地抱负着它们 玩家们则到处逃窜 我赶紧过去拿起了僵尸的身体 随后我赶回了基地 第四十五到四十七天 我回到了我的基地 随后我将各个部位 全部归还给了它 它终于恢复了勇状 它丢给了我一张 去钻石坟墓的地图 我跟着地图 来到了指定的钻石坟墓 这里有一个打开的秘密通道 有人比我先来这里吧 我走进了秘密通道 突然一个巨大的骷髅头出现了 欢迎来到肉体失恋 失败的话 肉体就属于我了 没问题赶紧开始吧 点燃火焰通过我的考验 一个通道缓缓打开 里面是一个长长的桥 桥的另外一端连接着一个迷宫 第四十八到五十二天 我尝试着飞过这个长长的通道 但是我飞起来 就会有很多弓箭朝我发射 于是我用钻石搭了一座桥 当我在桥上的时候 还是被弓箭射下来 只下降了一点点 第五十三到五十六天 我快速地回到了桥上 我看看有很多的骷髅朝着我走来 我只好一头扎进了迷宫里面 我在迷宫里面一直逃跑 骷髅们则在后面运戒射舞 最终我冲进了迷宫里中央 终于来到了神圣平台 我使用钻石攻击这个神圣平台 最终它被钻石火焰点燃了 第五十七到五十九天 骷髅头将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我走了进去 发现钻石肉就在里面 当我正要拿到它的时候 墙壁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是那群海盗 他们将钻石肉抓了起来就逃跑了 我赶紧追了上去 追到外面之后 我发现了那个海盗手里 他们拿着东西逃走了 第六十到六十三天 我追赶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看起来这些人们都快饿死了 还有人都晕倒了 都是你毁了我们的船之后就变这样了 突然一个铁傀儡正在靠近这里 原来是你们弄出来的弄角 魔像开始攻击那些虚弱的寒道 我尽可能地去保护他们 我朝着铁傀儡发动了爆炸攻击 随后他就倒下了 我们现在无家可归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可以跟着我 那就成交 他将钻石肉丢了出来 我赶紧上前抓住了他 我再一次升级了 现在有二十五个星 我现在可以随意让别人漂浮起来 第六十四到六十八天 我将他们所有人都带回了基地 我看到之前的僵尸 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家 然后我看到 Hem也跟着来到了我们基地 我也是来帮助你们 随后我帮助海盗们 建造了一艘钻石船 真是太感谢你们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我们本来是准备去寻找 钻石珍珠的 它位于最隐端 真是谢谢你了 我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入口 第六十九到七十三天 我跟着小火苗来到热带沙漠 为了提高效率 我们开始分头搜寻线索 我碰到了一个可爱的连遇者 哈哈 他总是撞枪 你是迷路了吗 对 我们的城市被人入侵吗 突然小火苗跑过来 说他发现了入口 那里原来在沙漠纪念碑的尽头 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没有犹豫就跳进了入口 进来之后我环顾四周 发现这里有很多的墨影人和点狱长 第七十四到七十七天 我利用能力将它们全部悬合起来 你们为什么要打架 因为这些点狱长想要接管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被摧毁了 镜头是唯一安全的地方 我将它们放了下来 让它们继续战斗 我要赶紧找到钻石珍珠的下落 我知道在哪里 我朝着它们锁起的方向前进 最后我看见了一个岛 我该怎么进去呢 看了看四周 我发现周围有几个不同的戒指 当我飞过第二个圆环的时候 我发现岛屿的保护罩已经消失了 我转头看见第三个被墨影龙击火了 七十八到八十天 我在这里看到了钻石珍珠 我正想过去拿它 但是我被一股灼热的龙溪击退了 我很需要这个钻石珍珠 我需要用它赶走入侵的点狱长 这时远处传来巨响 点狱长帅气登场 我要用它为我的家园报仇 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谈谈 它们听不进去我的话 自己谈了起来 我也被迫加入了它们的战斗 它们两个的争斗 我正好去拿钻石珍珠 第八十一到八十五天 我上前拿起了钻石珍珠 我再次升级了 形态发生变化 现在拥有三十五个星 它们两个开始朝我冲来 我用新能力将它们全部炸了回去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打败魔像 突然一个魔像出现在这里 我们三个一起合作攻击这个魔像 虽然它很强大 防御力精灵 但是在我们的合作下 根本就支持不住 我们确实要合作起来 要不然连家都没有 小火苗突然出现 让我赶紧回去 第八十六到九十天 我和火苗准备穿过沙漠 我注意到一群村民 好像在逃命 我向远处看去 发现魔像的气息 越来越恐怖了 我偷偷靠近那里 发现它干掉了一个 又一个的凋零 趁着它们分心的时候 我赶紧飞过去 炸开了我妈妈的笼子 突然又爆发出一股强大力量 魔像再一次升级了 终于升级到这个形态了 将最后的凋零带过来 它们转向关着我妈妈的笼子 我被发现了 我利用我的悬浮能力 阻挡这些傀儡 然后我和妈妈一起逃了出来 第九十一到九十四天 我和妈妈安全回到了基地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了 是啊 人数差不多可以和它们抗衡了 只要我们一起齐心协力 肯定会打败它 记得带着全部的钻石物品 或许有用 第九十五到九十九天 我飞向监狱准备对抗魔像 就凭你想足足 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自己的军队 我开始利用我的新能力启动召唤 随后出现了一大群的钻石凋零 骷髅军队 很快我的军队和它的军队弹了起来 我开始朝着绿色魔像飞去 但是我被更多的魔像包围了 恨来帮我忙了 不只是它 我其他的小伙伴都来 我们都相信你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第一半天 我独自面对绿色傀儡 你们存在这个世界太久了 它用它巨大的手臂垂向我 它的力量真的非常强大 我们正在不停的厮杀 都想要解决掉对方 我召唤了更多的凋零军团来帮助 他们分散了魔像的注意力 虽然它轻而易举地消灭军团 但是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序量 我释放了一次强大的钻石凋零攻击 它想尝试着反抗 但是第一次攻击已经造成伤害 我乘胜追击再给它来了一下 终于将魔像打败了 我们现在可以和平相处 没有战争 世界和平 对方的猜疏 没有战争 对方的猜疏 有注意要求